账簿你知道嗎 除了李文宗財務不以外 我們期待都沒看過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在被搜索約談前 開的最後一場記者會 聲稱自己對黨內帳戶都不知情 推給50年好友李文宗 但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根據週刊最新報導 柯文哲對手裡可用的資金 都有所掌握 包括木可公司 眾望基金會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還有選舉結餘款 等四個小金庫 今年5月起 柯文哲都要求李文宗的妹妹 李文娟 每兩個月向他匯報財務狀況 週刊形容柯文哲 宛如實質操盤手 並非沒有參與 極不知情 也的確在柯文哲 被裁定積壓 他禁見後裁定書上也寫到 法官認為從 扣案手機對話截圖顯示 柯文哲對自己掌握相關帳戶 彼此間的金流 掌控支配的巨細米遺 還說柯文哲精明幹列 根據週刊報導 民眾黨幹部也說 柯文哲不只直接指揮帳房 還藉著緊盯小事 讓大家知道 他才是掌控全局的人 不只管錢 甚至連客訴案 也會親自處理 但民眾黨全盤否認 這種科幻小說 我們無法評論 而且我們這裡是 黨團的記者會 但柯文哲涉案程度有多深 對金流掌控的細節 甚至審慶金公關費 有無透過政治獻金 流入柯文哲掌控的基金會 也是檢調追查重點 三類新聞黃新城 量母知情小組 台報道 有事 玩玩 雄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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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